及时悔悟方能善终 有位姓郭的老板住在西湖附近 他年轻时经营丝绸生意赚了不少钱 因此拥有庞大的家产 现在他的事业已经将由他的儿子来打理 哇 好漂亮的别墅啊 能住在这里真好 出门没多远就能看到西湖的美景 这里的别墅很贵的 凭我们的薪水这辈子也买不起啊 嗯 我想这应该又是哪个大老板的家吧 是啊 这里面住的是做丝绸生意的郭老板 他从年轻时就在卖丝绸 赚了不少钱呢 这几年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听说现在是由他的两个儿子接手生意了 哇 真的是很漂亮 又够大奸的 嗯 郭老板一家人有个特别的爱好 那就是吃尼秋 他们家无论男女老少都爱吃尼秋 所以他们每次买尼秋都是整桶整桶的买 爸 我去公司看一下 好啊 哦 对了 你回来的时候顺便去市场买一些泥丘 好几天没吃了 有点嘴馋呢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好久没吃妈妈煮的泥丘了 哈哈哈哈 不愧是我的儿子 口味跟我一样 三天不吃尼秋就浑身难受 爸 那我出门了 哟 真好 财神爷来了 看来我今天又能大赚一笔了 啊 什么财神爷 你瞧 他可是郭老板的儿子 他们一家都爱吃尼秋 每次来 不管我有多少尼秋 他们都会全包的 真的吗 嘿嘿 不信 你等着瞧 老板 今天有多少尼秋啊 嘿嘿 郭先生 今天有三四桶呢 好 那我全要了 哎 没问题 我帮您送到车上吧 真没想到啊 竟然有人可以一次买这么多尼秋啊 尼秋买回来后 郭老板的妻子便会亲自料理 他先把尼秋倒进盆子里 然后撒上几把盐 再用盖子盖起来 尼秋便在盆子里 稀里哗啦的乱窜起来 爸 我买尼秋回来了 哦 你回来得正好 今晚 你弟弟的女朋友要留下来吃饭 刚好可以让他尝尝我们家的拿手好菜 嗯 老大把尼秋买回来了 你快去厨房处理一下吧 尼秋 是啊 我们家的人都非常喜欢吃尼秋 尤其是我妈妈煮的尼秋汤 简直就是世上少有的美味啊 等一下你吃了就知道了 伯母 伯母 那我一起去厨房帮忙吧 好啊 伯母 你在尼秋身上撒的是什么呀 是盐巴 这道工序啊叫禁味 是为了让尼秋把吃到肚子里的泥吐出来 这样煮熟后吃起来才不会有土味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他们将泥吐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可以下锅了 伯母 这些尼秋不用杀吗 不用 尼秋要活着的时候就丢进滚水里煮 这样做出来才美味呢 好了 可以准备开饭了 好的 古老板一家每年都要吃掉大量的尼秋 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杀害那么多的生灵 自然会积累下越来越多的罪业 嗯 来 吃吃吃 别客气啊 过没多久 郭老板突然得了一种怪病 他浑身灼热疼痛 看遍了各大医院的名医 却丝毫不见好转 反而有逐渐加重的趋势 嗯 好痛 好痛啊 怎么样啊老公 你的身体又痛起来了吗 是啊 我又热又痛 就像被开水烫过一样 痛死我了 老公 我们去医院再检查一下吧 检查什么啊 还有什么可检查的 这些日子各大医院的名医我们都看过了 可是又有什么用呢 我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更加严重了 唉 难道就没有人会治这种病吗 对了老公 不如我们登报 用重金寻找能治疗你的病的人 你看怎么样 嗯 这也是个办法 我想应该有人能治好我的病的 于是郭老板便在各大报刊上刊登起誓 希望能找到一位可以治好自己怪病的医生 你看 那位郭老板又在刊登重金寻医的起誓了 听说好多人都去帮他看过病 但是却一直没有治好 郭老板为此还花了不少钱呢 看来 那个郭老板得的真的是个怪病 要不然也不会那么多人都治不好 是啊 三个多月过去了 郭老板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就在这时候 一位学佛的师兄来到了他家 先生 不知道您是哪家医院的医生啊 我不是医生 什么 你不是医生 那你为什么说能治好我的病呢 有一些病不是吃药就会好的 这些病都是果报的缘故 郭老板 你们家的杀气太重 杀气太重 这话什么意思呢 老公 你秋汤煮好了 你过来吃点吧 这位先生 我家里哪有什么杀气 就算有 那跟我的病又有什么关系呢 欲问尔德是何病 且看尔那碗里更 热煮尼秋惨叫声 皆是因为网杀生 啊 您的意思是说 我之所以染上这怪病 都是因为吃泥丘 杀生太多 而遭到了报应吗 是的 郭老板 您吃掉了那么多泥丘 那是多少条生命啊 要知道杀生可是极大的罪业 你背负的罪业越来越重 所以遭受到的果报 也是越来越厉害啊 先生 那我该怎么办呢 您可一定要救救我 你的罪业实在太重了 只有以后不要再杀生 要多多放生 并为那些死在你口中的泥丘 念上千变的金刚经 才能弥补过去所犯下的罪业 嗯 我明白了 从今以后我会戒杀如素 绝对不会再吃泥丘了 好的 老婆 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煮泥丘给我吃了 那位先生说的有道理 我这一身怪病 就是吃太多泥丘 而积累下来的报应啊 好的 老公 我知道了 你跟着我也吃了不少泥丘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一起诵读金刚经 另外我们再买一些余下泥丘 去放生吧 好 我听你的 从那天起 郭老板便牢记学佛师兄的话 再也不吃泥丘了 他每天全神贯注念着金刚经 并出钱购买生灵 进行放生 俗话说 酒病 无孝子 自从郭老板得了怪病后 他的两个儿子都渐渐疏远了他 对于郭老板劝他们不要再吃泥丘一事 他们兄弟俩也充耳不闻 依旧我行我素 听说你们又偷偷出去吃泥丘了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不要再吃泥丘了 否则也会和我一样遭到果报的 爸 你怎么会相信果报这种事情呢 我怎么能不信呢 我的病那么多名医都治不好 幸亏那位徐佛的先生点醒了我 你看 自从我戒杀如素 宋经放生后 我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 果报这事可不能不信呢 好了 爸 我们知道了 公司里还有很多事呢 我跟哥哥要先去忙了 你们俩吃了饭再走吧 不用了 来不及了 我们要走了 老爸真是越老越糊涂了 竟然相信自己的病是吃泥丘的果报 他不吃就算了 还不准我们吃 就是嘛 哥 我知道有家餐厅做的泥丘非常棒 走 我们一起去那里吃饭 郭老板的两个儿子很快便遭到了果报 这一天他们俩出国洽工所搭乘的飞机失事了 兄弟二人无一生还 报应啊 这两个小子不听我的话 一直偷吃泥丘 现在终于遭到报应了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郭老板及时悔悟 戒杀放生 因此结下了善缘 让他的病一天天好了起来 而他的两个儿子却执迷不悟 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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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